绝对是有明星气质的 陈兴奇 Julie Tan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兴奇 我从来没有觉得礼拜三是这么漂亮 总是要等到礼拜五 哇 礼拜三就这么漂亮 很开心嘛 总算有一个人坐在我们的播音室 怎么有一个人呢 我们不是人吗 我们是人 不过他是比较好看的人 不要拍我 不要拍我 拍美人 你的意思是说同样姓陈 对呀 但是样子不同 哦 发发的位 Mind your words Mr.Chu What Mr.Chu OK 来 陈兴奇 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我是朱丽陈兴 太近打了很多招呼了 今天能够上节目真的非常开心 对呀 我是很开心 终于这边是比较好看 你看 他又没有讲你 这世界上真的不公平 你看 Whatever OK 来 大哥你怎么不讲话啊 大哥 我 我没有随便讲话 凭我跟他的关系 你要叫我什么 你说 大伯 对呀 那就是二年前的事了啦 我以为你不讲话是因为刚好有人坐在你旁边 对呀 不是啦 对啦 因为兵哥 他现在的心境我了解 他好像在 这个美术馆 艺术馆在欣赏一种艺术 所以欣赏艺术没有讲话的嘛 好美好 你看好 他画到你没有讲话 你说说他美术馆 那我隔壁是博物馆吗 不是不是不是 你自己讲的啊 姐姐 我看你是蜡像馆 真的是唯妙唯小 我们今天的女主角 不是我啦 是啦 陈兴奇啦 是兴奇耶 陈兴奇跟大家说一下 你其实 打招呼吗 打了齁 几年前出道的 我其实刚才我以为是七年前出道 但说了一下其实是八年前出道 八年前 你第一部戏拍的是什么 他第一部戏拍的是 你叫陈兴奇吗 我问你 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所以那个也是我的第一次 我对你的第一次没有兴趣 我对他第一次才有兴趣 来讲你的第一次 就那个时候 我是拍一部电影 哇 一下海就拍电影 但是你没有看到他哦 什么戏 大喜事 你有演呗 替身吗还是什么 是替身 真的啊 其实也不算是替身啦 他就是stand in 就是打灯的时候 lighting stand in 对 帮他占位置啊 然后那个时候 如果他们需要开了会的话 我就会volunteer 就是走来走去 跑来跑去 他是做谁的stand in 文芳啊 没错啊 好过你是做那些 三卡拉的那种角色的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 很幸运的找到 找到陈兴奇做放文芳的stand in 是因为 那个高度啊 肤色都差不多要一样 是吗 这样子打灯的话呢 不是 他的高度 跟文芳一样吗 差不多一样啊 文芳有这样矮吗 他哪里会矮陈兴奇 啊OK 他高了 你应该说文芳有这么高吗 文芳真的很高耶 不要见人说人话 我见过文芳耶 谁没有见过啊 他好像跟我差不多一样高 大哥 请不要侮辱我的偶像 你看他一开口就是 OK OK 所以他就当时stand in 给人家打灯这些 给人家打灯吧 你不要停在打那边 好 我说给人家打 打个灯啊 所以那个时候 你身上有带灯 给人家打灯 给他好好的回答啦 所以那整个月 你都在这部电影里面 就在这部大喜事的电影 就做stand in 你学到什么 我其实在那个时候 学到了坚持 而且其实那个时候 很多时候 其实很想要有出镜的机会 很多时候就是 stand in完我就回家哭 为什么 因为当时觉得委屈 因为当时去面试的时候 是想要得到一个角色 而且后来 那个时候就是 没有适合的角色 所以他们就给我 stand in这个人物去做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觉得委屈 但后来才发现 其实我在那个时候 学到最多东西 是 而且 选到你去做stand in 也是个非常有名的导演 是 是泰国导演 有名 每个导演都有名的吗 有那个导演 有那个导演 有那个导演叫 A先生 B先生 有名气 叫什么菜啊 不是菜 是 Ako菜 我认识个导演 叫卖菜 不是那个啊 刚才清晰说 他学到东西 实际上是学到了 学到什么 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对production 没有什么知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很清醒的是 很多crew 很多production 都会教我一些 走位要怎么走 你要站在哪里 然后你要 打开你的梦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学到很多production term 对 这些学校都没有教 因为我在南洋艺术学院 那是没有教 而且那个时候 我还在读中学 你还没有到南洋艺术学院 还在读中学 你家境这么苦啊 一十六岁出来赚钱啊 stand in 都干 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时候 可能兴起已经对演艺有兴趣了 其实我从小就对拍戏很有热忱 你是从小就看建兵的戏 所以你才会有热忱 看我的戏长大的 还好没有毁掉他 可能从七岁开始 我就跟我父母说 我想当演员 哦 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 不要做白日梦 所以现在你跟你的爸爸讲 做有梦就会红嘛 对不对 吴仲宪的一首歌 有梦就会红 七岁就知道演戏了 很厉害 我七岁也是想当律师 为什么到现在还是 假律师咯你 对啊 你那个真的是梦啦 你那个真的是梦 还是梦是吗 可以做假律师 还好啊 有没有去做假律师啊 所以后来你就到这个 南洋艺术学院去念戏剧 其实那个时候呢 我正在考欧水准 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说 我不要考欧水准 我可以直接进南洋艺术学院 然后大家都觉得我 神经病 你疯了 我都说我一定可以的 我也不知道 我是抱着怎样的一个 不懂哪来的自信 我就真的去报名 去audition 在南洋艺术学院 然后在三月的时候 我就已经收到通知说 我被录取了 那我就跟我父母说 我不用考欧水准了 所以我就 那你很开心啊 对啊 因为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浪费时间 OK 我不是说考试 还是什么浪费时间 但是对我来说 当我每天去上课的时候 你要赶快去做 你喜欢的东西 对 我觉得每天 要读数学啊 科学 我觉得 就对我的将来 没有什么帮助 你要的东西是 没有太大的帮助 你要去找一科 是对你有帮助的项目 来进行 而且当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大家包括老师们 都觉得说 我不切实际 哦 学校的老师 对 他们都说 如果你没有握学准的话 你是 你哪里都去不了 因为没有任何一间学校 会收留你 我当时我就跟他们说 很纠结 我相信 以我的实力 我是可以的 OK 所以你就 你就真的去面 我就真的去面 是说 真的就去 就被录取了 而且那个时候 大家都很震惊 有没有办法说 你一面进行你的O-level 然后一面考南洋艺术学院 他们是可以这样的吗 你可以私人报考 可以吗 可以吗 我就是 你是说欧学准 没有就是你现在在读欧学准 然后你同时也去报读 南洋艺术学院 可是可能是读part time的 可以这样同时进行的吗 还是一定要 不行啊 上课时机一定会撞到 因为那个时候 我的表演老师 他是破格录取我进来 因为他觉得 我可以 你可以的 我可以 而且那个时候 在进学校之前 我还要经过学校的考试 就是南洋艺术学院的考试 是比试 比试 他们已经录取我了 但是我还要进行 两三种考试 他们才 我才正式被录取 我没有去 是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 获得一张欧水准文凭的话 其实星期任何时候 都可以去考 都可以的 但是现在我有 我的diploma跟degree 所以我觉得 你后来有继续再去上课 我在南洋艺术学院 就是 是 Theater in Diploma OK 是 所以 而且我是读 Chinese theater Chinese theater Chinese theater 那个 Theater 一定要 Theater 你要这样吗 刚从 牛肉回来 西雅图叫做 Seater 没有R音 西雅图叫Seater Seater 东雅图叫Dongyer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大家都觉得我很叛逆 是 你很执着你要的东西 是 你认为你是叛逆吗 就是说 我觉得 你很隐私你自己要的东西 可是很多的可能长辈 他们在整个经验 会跟你分析 创新 跟传统一定是 一定是撞在一起 但是后来我妈妈就跟我说的 这一句话 就是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就是我觉得 在每个教育系统 他们都有一定的规模 说你要 你要考你的PSL 考O-Level 然后进Poly 或者JC 然后去大学 但是 我觉得我就是与众不同 我觉得我就可以走出 我自己的 这一点蛮像的 而且 信息很坦白 他坦白到一个 可能在听节目的朋友 没有办法自信的一个程度 因为很多艺人 不愿意说出 自己的 心理的话 而且教育成功 他就很直接跟你说 我是连欧水准都没有考 我直接就去 所以我很羡慕他 我要考都没有得考 他有得考 他不要考 我是考到最后没有得考了 我跟你讲 我们成家的孩子 就是这么 商业资讯车 我们继续来访问 大哥你 继续精彩 That's perfect I got it 是的 古瓜古瓜小青瓜 我们该就跟陈欣喜聊到 他比较 怎么讲的 自信的一面 对啦 就是有个人看法 可是外人觉得 他可能会叛逆 不听长辈的话 或者是说 你书没有读完 你就去南洋艺术学院什么的 可是今天他 我不可以说 他已经证明 他的想法是对的 因为他的路还没有走完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 你看到他的成绩 就觉得当初他的选择 可能对了八十八线 保留二十八线 刚才谈到第一部电影 做stand in 对不对 我们谈电视剧 对不对 那么第一部参与的电视剧 其实是一部电视电影 对 电视电影 怎么你是拍电影的 是向日葵的约定 那个时候是演个 Mount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Go 你可以讲华语吗 你知道宾哥的英文有问题 你还讲英文讲到这么 但是它是个 It's a medical term 其他人可以解释一下 这是医学名称 就是神经病啊 不是 他是可能 他是十八岁 但是他的智商 有障碍 七岁 智力障碍 你听得懂啊 我早就听得懂 这个字是我发明 智力障碍 OK来继续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就是我第一部电视电影 也就是这位叫王国生的导演 发觉到陈欣奇的 对对对 国生就是拍我们那个电影 对不对 世界末日 他最近在台湾也是拍 另外一个电影 对不要谈谈它 它不重要来 这个是电视电影 对 电视剧呢 电视剧第一部就是 演个配角 它是红白喜事 红白喜事 欧萱的是吗 对 戏里面你是演个 妓女 哦 OK 为什么你欧 就奇怪 他在国生导演的电影 世界末日 他也是演妓女 对 所以一个演员 不会去介意自己演什么的吗 我会介意演嫖客啊 而且那个时候 我演红白喜事的时候 我是演那个越南妓女 所以我妈妈那个时候 她就带我特地到 到了一个新加坡某个地区 去观察 很多越南女生 她的生活起居啊 之类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妈妈就开始比较 很认真耶 很鼓励你 很鼓励你 而且我有跟我妈妈说 我需要去观察 我需要去看 哎呀你找我吗 我朋友开 对 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 那个时候就带我去 一线泡 酒啦 那个时候 那边很多越南 越南场 越南女生 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 可是我跟一个越南女生谈话 聊天 就问她为什么会来新加坡等等 然后她的遭遇 就是跟我戏里面的角色很强 所以她的 在戏里面的某些深情 我都是有从她身上 看到 对 然后再揣摩进我的角色 可能那个编剧也是 跟你一样去同一间那个越南 然后问同样一个女人 所以她就写同样的故事出来了 那第一部戏 我觉得 因为有一部戏让很多人认识你 这里头呢 你演的这个角色叫九妹 是 星舟之夜 那部戏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汉伟 是坏人 另外一个女生就是白威秀 她喜欢七月五 是 那部戏是主角吗 那部戏是主角 维秀是第一主角 然后我是 我算是第三 因为还有 慧文 慧文 是 所以那个时候 可以算是很 我很兴奋 也很开心 可以演那部戏 而且那个时候是 我必须从学校修学 一个学期来拍这部戏 因为那个时候跟我的档期 都撞到很糟糕 所以那个时候 敏洋 敏洋监制 特地说 可不可以申请休学一个学期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先好有学校的配合 然后才能够拍一些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学校的这样的帮助对你很大的 好像银灯这样 对对对 那时候很多人都问 这个女生很亮眼 是哪一个国家的女生 哪一个国家的演员 是不是 她其实一早的时候应该是拍了什么向日葵的 什么 我就去她的家拍那个我要当厨神 你这么快就去人家家了 不是啊 是她等不及请我去的 不是我要去的 那个时候 那时候你刚入行也是十多岁 是 因为我问那个 问那个谁啊 那个scriptor他讲说 他才十几岁 我说十几岁 怎么长得这么臭老啊 18岁 18岁长得这么成熟 不像18岁 没有啦开玩笑 但是很多人说 因为我的样子都没变嘛 所以那个时候我长 18岁时候我长这样 然后我现在还长这样 所以他们就说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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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姓陈的都是这样 没有老公家 你看他是那种脱俗 他根本都没有什么化妆 都这么漂亮 是 清汤挂面 就是 清什么 清汤挂面 清汤 不是清汤啊 我懂你要问的 清什么 清汤挂面 哪个汤 清汤挂面 汤啦 喝汤的汤 挂面 哦 就是这句话 脂粉不沾 哦 那我们这种呢 我们这种 我们就是肉臭咪 米泡 你这个是面包夹香肠 所以我去到家拍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这么年轻 然后就 这个女生好脱俗 这个女生很不一样 然后她那时候煮的时候 也是很认真 因为对我来讲 就说哎呀 妈妈也好脂 很年轻 可是她又 她煮出来 OK不差啦 因为她那时候年轻 还很好吃 然后我就觉得说 哎 这个女生不错 是 但是清汤 你会觉得你的个性 虽然你很爱演戏 但是你会觉得你的个性 要在 娱乐圈 娱乐圈 其实是很吃亏的吗 我觉得非常吃亏啊 嗯 因为我属于 有话词说 然后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都会比较vocal 哦 她是属于那种 I'm all take I'm all take I'm all take 就是比较straight forward 就是我记得刚入行的时候 我就准备 为我的人物 准备了很多功课 然后到了片场 当然要我演 可能演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就说 我就会问导演为什么 然后我就跟他说 其实我又准备了ABCD 然后就说 为什么有那么多话 我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然后我就 当时是有点错愕 嗯 就觉得说 可是我们 做演员 应该有责任 对 好好研究 而且我们都是 专业 拿心血的 我们都是专业的 今天我跟你们一样 就是拿心血来做工 我知道可能按备份我算小 但是我就想要贡献于 我的角色跟整部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的规模 戏剧的规模 就是一个导演 可能拍七八集 就是一部戏有二十集 一个总共有四五个导演 所以那个时候 我的反驳就是 但是你只是看了 你的四五集 你怎么知道 我的人物在这整个 二十集的那个连串 是怎么的一个做法 他们就没有话讲 他们就觉得我很 麻烦 这个人很麻烦 不要叫他演戏了 是 再多讲就派律师来 但是后来 后来我觉得 可能那个时候 可能我也是有很多方法 可以表达我要的信息 可能我可以 可能圆滑一点 可能会更好 是 他这一点跟我一样 我也是 你看我为什么 我drama没有戏拍 我每次做很多功课 他们都不要了 你做什么功课 我就是每次衣服都写错了 我的功课是 不是 因为导演 国防也当过导演 像针对他这样的演员 你可以接受他的 他跟你表达 他一个演员 他想做的吗 OK 其实以电影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演员 我们电影导演都会很喜欢 很真人珍惜 就是共享 他这个人物的背景 他是怎么出来 可是电视 他毕竟 我怎么讲 就是说 他可能是一个流水作业 大家都在赶时间 我三个月里面一定要拍三十集 我三个月里面一定要拍四十集 所以如果说 我再坐下来跟你讨论这个角色 OK 这个是兴起一个人 对不对 如果说是所有主节奏坐下来 导演 我已经做功课 满座都是功课 他要拍六个月了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种东西可以 比如说我是电视的导演 我就说OK 可能他有一些点是可取的 不是完全不可以取的 当然我也不可以讲说 我叫你这样做 你就这样做 因为毕竟演员他对角色的了解 跟他的参考参与 跟去做功课出来 是对这个人物好的 所以我们在有一些点 我们是应该让他去发挥 那才是对的 因为我很欣赏他这样子的功课 做功课的方法 是 对啊 我是很欣赏 我们新陈的都是这样的 我不一样 还有广告还是歌要播吗 暂时没有 因为我是觉得 除非你是在拍一部长篇剧 他一直是不断的在出剧本 然后你不知道你之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当你在拍一般的电视剧 或者是麦高说的一部电影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了 为什么要开演员会 为什么要有天书 为什么要有人物大纲 就是让这个演员知道他的个性 然后那个编程会 故事人会跟你讲你的人物 所以演员已经做好功课 导演其实也不用告诉演员 你应该怎么演 因为一个演员 他必须要去分析他自己的角色 然后他就像星期刚所说的 做功课 所以有没有说在这行八年里头 你受过一些委屈 在片场你笑着 回家你就哭了 对啊 有一次他拍戏回来的时候 抱着我哭 我真的不懂 我不懂发生什么 他一开门他就讲 他就讲 我真的要播广告了 你讲下去的 你去让星期讲 其实那个时候有 我其实 那个时候 我要想一下是哪一部戏 很像是 《星周之夜》 其实当时拍完 我就其实回家 就可能跟父母说 我可能拍完这部 我就不想拍 不如我就出国读书好了 可能那个时候 是第一次进入演艺圈 就正式的 街拍主角的戏 其实有点吓到 吓到不是因为 辛苦而吓到 而是觉得说 那个压力 我可能那个是觉得说 我是不是入错行了 给自己压力太大 为什么你会这样讲 因为我是一个 要求完美的一个人 所以我给自己压力很大 所以我妈当时觉得说 但是没有什么东西 她觉得你一些都OK 你干嘛觉得不OK 然后我就说 我不懂 我觉得我拍了这部戏 我的事业就完蛋 可能对自己也是 突然间没有信心 可能一向来很有信心 我突然间跌到谷底 你就觉得说 对 可能我也觉得说 可能自己年轻 可能也不适合最好 可能也是得罪很多人 就觉得说 可能自己不够好 为什么 因为人会来到这种情况 来到这种情绪 第一 她对自己的要求高 第二 她完全没有办法 她认为她自己 已经做到最好 她没有办法到另外一个层次 或另外一个level的时候 她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她就会觉得说 她拍的很有压力 因为她维持做得不够好 还是怎么样 所以在那个时候 她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我觉得 但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更多的也是很多 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 有戏在播 有戏在播了 在播 所以那个时候就在网络上 我看到很多留言 说 陈思诚心词是谁啊 然后她的额头那么高 她鼻子那么扁 她胸部那么小 就在那个时候 在17 18岁的那个时候 对一个小女生来说 是个伤害 是个打压来的 那个时候 我其实对自己 没有什么信心 我就是跟我父母说 我是不是需要去整容 我是不是要把我鼻子垫高 我是不是把我身体弄大 我就是那个时候 对我自己没有信心 你去弄的话 我跟兵哥怎么办 就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有点忧郁 我有点忧郁 而且我会有点想不开的 那个时候很害怕 然后又不懂 那些什么面对 而且有时看电视上 看到自己 特别看到自己的时候 对就看到自己很多缺点 但是我就花了 因为人家讲就觉得 真的 鼻子有一点 塌 有些什么 后来这对我的成长 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而且我花了四五年的时间 才跟自己说 我其实自己很好 我不需要改任何东西 对啊 就本来就很喜欢拍戏 变成好像 进了这行之后 变成 你知道每天都 都很不开心 有些人会觉得说 有些人觉得说 来到这一行 哇很完美 拍戏 我可以穿美的衣服 我可以化很美的妆 什么什么 他们只是想到这些 那我可以把戏演好 什么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 外来的压力 对 包括可能媒体的一些评语 观众的一些评语 当然赞的 我们一定会开心 然后不好的 我们一定会在意 因为你把这个环境 想得太好了 你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 可是没想到 还是有一些人攻击 但是在这里想劝一些 如果要入娱乐圈的朋友 就是说 你要接受人家的称赞 你同时也要准备 被人家攻击 因为娱乐圈 是绝对褒贬不一的 对啊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去 怎么去接纳他 当然自己的个性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陈兴奇很讲义气 也可能因为他讲义气 也让他得罪到很多人 有吗 稍后呢 通过Love972 让他来告诉你 我不觉得呢 Love972 That's how it's done 苦瓜 苦瓜 小青瓜 我们刚才讲到 讲义气 可能也会让 陈兴奇 他 因为他个人 他的个性很讨喜 是 每个人都很喜欢他 然后第一 他又很漂亮 然后像这样的个性 很容易结交朋友 但是也可能义气 然后让他得罪了好多好多人 就不小心要为朋友 仗义直言 对 挺身而出 仗义直言 所以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应该也觉得很辛苦吧 可能那个时候 我只是想说 如果有什么 我觉得是 可以帮到朋友 我可以帮到朋友 我都会站出来 替他们解围 但是很多时候 有时候忘了可能 艺人的身份 有时候觉得说 可能这样的话 对自己 没有很好 因为 当 你是艺人的时候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话 人家都会讲是你 对 而且可能人家 可能你没有那个意思 可是 到后来 意思都会被扭曲成 另外一个意思 所以 我觉得很多时候 就是可能 这样就 得罪了一些人 所以 没关系 重要的就是 你刚才所说的 问心无愧 对啊 我问心无愧 我觉得 我做人 我每天晚上 我睡得很安稳 我觉得 那是最重要的 对 每天晚上 他都 哇 睡得很沉 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可以接受 要不然我要播广告 没有 我睡得的时候 我知道了 没有不是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讲一期 就是说 可能我们会讲一些话 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要安抚对方 或者是把整件事情 对不对 大事化小 小事化 可是事情一过了 这个谁讲的 这个谁讲的 这个谁讲 每个人就讲 他怎么可以这样讲 他为什么会讲这种话 就变成你是坏人 是 所以有些时候 讲义气 第一 是没有错 要看人 对 看环境 看地点 对啊 我曾经也差一点 被义气害死 我们这些人 也是这样讲义气的 我挺你 我挺你 后来是出了名的 后来才发现到 你不可以乱挺我 你有几根东西可以挺 对不对 如果你刚好剩下最后一根为止 顶不了的话 那到最后你伤害的是自己 真的要很小心 所以给我非常赞同 所以就是 就那个时候 就可能 可能年纪小 所以没有去想太多 但是如果现在你问我 还会这样吗 我可能会说 帮朋友 我还是会帮 但是在我能力范围 我就去帮 看怎么帮 看怎么帮 而且要看 他的交情 认识 就是彼此之间的了解 对 我们先来讲一下 英文时间的关系 我们来讲一下 你拍了那么多戏 哪一个角色 让你觉得最辛苦的 智在四方吗 不会 反而是小小传奇 是 第一女主角 小小传奇 那个时候她拿了剧本 剪头发的那个 对 陆江剪 做那个 三百多场戏 对 而且我那时 那时我一个人扛 所以那个时候的压力很大 而且那个时候 还谈了男朋友嘛 就那个时候 有谈恋爱 那个时候有谈恋爱 分手了吧 对 我都跟你讲了 那个时候就有公开 对 所以那个时候是 对对我们没有公开 所以那个时候 边拍戏 然后还要兼顾家庭 然后男朋友 可是那个时候 在我20岁的时候 可能没有办法拿捏得很好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拍完那部戏 我的感情也是告出来 然后 而且那个时候可以说是 又是另外一个谷底 对 而且那个时候 我就是每天拍场景嘛 我一天可能拍 20 10多场 10多场戏 10多场 然后 每一场 基本上都是哭戏 而且我经历 经历的是 每 那些哭戏 我都是尽量一两个tick就过 要不然很累 对 后来就觉得 可能大家都知道 顺其可以这么做 好 那我们就再加多一点 然后我们再 再 比较 我们再走快一点 其实那个时候 有点崩溃 因为 我记得那天 我其实是在 拍了 四五场 感情戏 加哭戏 再加愤怒的戏 所以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情绪是 起伏 起伏很大 然后 那天 我记得那天 大家一直在催我 催我 换衣服 换快点 换快点 快点 不过时间 快点 快点 那个时候 我就 那时候我已经换到最快了 你们还要我多快 而且 当时已经很累很累了 情绪又收不回来 那天就真的是 break down 然后 真的是 一直在狂哭 没有办法进行拍摄 就那个时候 已经是 情绪崩溃 心力交瘁 然后入戏 又很入戏 很入戏 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入戏 而且我拍了那部戏 我其实有 三个月 没有跟我的父母讲话 对 我欠他三个月 可是他没有办法 现在想起来内疚 对 其实那个时候 非常非常内疚 没有办法脱离 对 我没有办法脱离角色 而且 那个时候是 对什么事情都很愤怒 然后情绪就是 很 不受控制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妈其实非常非常辛苦 会的 那个时候 我给他打到 因为他要发泄 我们就给他 对 然后其实 我可以说 我妈妈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很内疚 因为我真的 三个月没有跟他讲话 我回到家 我就是瞟他一眼 我就回我房间了 你三个月都没有 没有跟你妈讲 没有谈到话 那对于那段感情呢 是不是也会觉得 很抱歉 因为 我觉得非常非常抱歉 因为我觉得 我在那个时候 年轻 然后入戏 然后没有办法 难捏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这样回想起来 我觉得 虽然在工作上 是属于 可以 可以去到我的 就是属于是专业的 但是我觉得 在我人生 我觉得我很失败 就失去了一些东西 对 我失去了很多 如果他现在打电话给你 你还会跟他在一起 我其实有碰到他 然后就是 我们就是有聊天 说 对那个时候 我也抱歉 他也说他明白 所以其实都是 还蛮OK的 他现在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他最近有女朋友 那是很像 不大清楚 就是有两大人 很丑 没有你漂亮 所以就很开心 过去了 对啦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辛琪 对 跟那个男生是很配的 对吗 因为重庆 那个时候 重庆有看过 不要公开 所以现在的 你的心情 跟当初的小小传奇 现在也应该不一样了 不一样啊 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 我记得后来我妈就跟我说 她说你拍戏拍得好 但是你自己的生活也要过得好 不要为了拍戏 然后你忘了 忘了你自己的初衷 然后你忘了自己的生活 你什么都忘了 那就是 现实生活还是重要的 千万要脱离剧里面的那个人物 而且我也是花了一定的时间 才了解什么叫做入戏跟脱离剧色 现实生活 对 我跟她这个问题 我跟她聊了很久 好 刚刚讲到 你没有入戏到爱上男主角没有吗 没有 没有 因为有个导演在家等她 然后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说你说你妈妈妈妈妈 你三个月没跟她 那母亲节也要到 那你有没有觉得有 有什么事情是你妈妈做了 让你感动 或者是你觉得在哪一个方面 你做的不够 亏欠 给你妈妈 我觉得亏欠的那部分 就是在小小窗戚的那个时候 是亏欠最大的 然后感动的部分就是 妈妈知道我每次拍戏 辛苦 然后身体又虚弱 是你的身体还是她身体 你的身体比较虚弱 我的身体就很容易生病 可是我妈妈就熬汤给我 就拿去 就拿来片场 然后她就开张 我在reception 你先来拿汤 我说不用了 不要麻烦 一定做好你先来拿汤 就当喝妈妈汤的时候 就觉得 去拿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还要跑到reception去拿 很麻烦 你可能叫你的助理去 对 你去拿 因为她是在拍戏 已经没有办法 我说OK 没有那个心情 可是当你喝进口吧 口吧 口吧 不是啦 口吧是我们两个人的称号 对啦 她叫我小口吧 为什么一直在放假消息 你 我很想塞你一把 然后在口里的时候 那种感恩 对不对 是在心里面 她发现那个汤 永远喝不完 原来汤水 还加了泪水 其实妈妈对你 今天时候到纽约去游学 其实是很赞同的 你可以放松吗 放空 对 而且我记得送我出国的时候 我妈妈其实哭了 会呀 肯定会的 她很不舍得 然后后来 但是后来我到纽约 我经常打给她的时候 啊我在忙 我在打球 等一下打给你 哭 你不是很想我吗 我打给你 她还说 你干嘛就打给我 我说我想你 我觉得会哭 是不是因为 已经 confirm你 这次会离开她 四到六个月 对 然后她就可能 是不舍得 然后一方面她就说 啊你过去也好了 我比较有空 她掩饰自己的不舍 她也知道你是去 游学 去念书 对 而且我妈妈就 后来我们就 打电话聊天的时候 她就说 看你的照片 看你的video 觉得你人很开心 你在那边 很像过得很好 她就OK 可是你就不要回来了 说真的 在那边有没有 认识什么明星朋友啊 明星朋友的话 就是蛮多是 搞幕后的 然后很多都是 新近的演员跟导演 他们都是年轻的 未来的 未来 是 所以他们 他们都是 我们都有留 一下的Facebook啊 什么的 而且他们都很努力 我其实到纽约的时候 我看到街上 很多很有才华的人 瞬间觉得说 自己还要更努力 是 是 因为你到不同的环境 和地方去上课 特别是在西方国家 你会看到他们 因为好莱坞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平台 是个梦工厂 每个人要进去的话 你除了有才华还不够的 你还要更努力 你努力 你没有才华 可能有机会 你有才华 你不努力 是完全没有机会 所以他们两种条件都要具备 才有办法挤入这个梦工厂 所以你就学到 哇 有些时候我们去别的国家拍戏 像马来西亚 大陆 你会看见到他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演员 就是哇 他们好像牵手观音这样 什么都会 什么都要的 所以就变成 对我们来讲 是一种 竞争 学习 看要以最快的速度 去把自己提升 反而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是 你应该也到那里 看了很多音乐剧了 是 很多musical 然后还有博物馆 然后 其实我在那边也是 其实我大部分的事情都在家 变成宅女了 变成要省钱 因为那边的东西贵 可能自己也不想花太多 因为在美国你去做什么 都要给小费 对 所以能不出去的时候 我都会待在家 然后自己煮一些东西吃 然后 当时就念独白 因为我们 我很习惯念华文独白 但是 当我突然间 去讲英文 那个挑战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每天晚上都跟他对稿 很累 是吗 我马上要请Bilet出场 好了 所以我们在想说 从以前到现在 未来的演绎道路 你还是会继续走下去 不会后悔就要做这行吗 其实我 没有后悔我任何经历 是 因为他们造就今天的成型期 非常好 是 那么不管这次来你会做出怎么样的一个决定 我们当然希望说 你这次来的这个 道路 演练习道路能够一帆风顺 对 谢谢 而且要继续大放异彩 希望下次如果我们有机会合作的时候 好 跟我讲义气 好不好 跟我讲义气 钱算便宜一点 没有啦 因为我绝对相信 老实讲 我绝对相信一个艺人 你要给好的 你才能得到好的演员 一分钱一分货 真的 永远都是这样 但我们的交情也不错 来 Violet出场啦 Ladies and Gentlemen